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近热播的《你和我的清晨时光》中 银宝一路从戏里吃到戏外 在片场嘴巴根本停不下来 最新曝光的花絮中 银宝吃着火锅喝着酒 开心的表情藏都藏不住 还有这大口吃面大口喝饮料的样子 看得道具老师都目瞪口呆 果然在吃货迎宝眼中 山珍海味都不如剧组道具 这怕就是传说中的道具终结者了吧 什么叫做郎才配女帽 看看吴磊宋祖儿就知道了 三十弟弟和祖儿同学的合作首秀在这里 真爱粉们请随意拿走 别客气 只见你累身穿黄色卫衣 妥妥的一枚阳光boy没毛病 祖儿则穿着紫色外套 长发披肩微微低头 饮饰温柔可耐 现实中是同班同学的俩人 坐在一起眼瞳桌 切画面的扬眼纸说 怕是分分钟就要爆表 果然高颜值的人随便一搭 就CP感满满 难怪网友们都秒变严控 开始填平了 不过三十东鞋 你这桌上实力抢尽的卫生纸 是认真的吗 怕不是纸巾已用完 只能卫生纸来套 也是没real回过日子的 接地气boy没毛病 还有宝宝晒出了 最近在北电 偶遇到的三十弟弟一枚 所长就问一句 三十届标准的正能量 满格阳光笑容 大家要不要屁个起来 欣赏完阳光款三十和组额 一言不合穿上学士服 提前感受毕业的俩人 也请大家围观一下 赤果果的 长得好看的人在人群中 要比多看好几眼 说的就是你俩了 而且大家不仅开启了 轻一色点赞模式 评论区也被三十好帅 组额好美所攻占 连所长都忍不住 想要为你们两个 颁发个最帅最美毕业生奖了 而且三十和组额小时候 都演过哪吒 借回怕是两个小哪吒 要同框标系了 所长隔空喊话 一下三十弟弟和组额 瓜子儿已备好 就等你俩同框成片了 接机方是千千万 一言不合就举着钢铁侠来接机的 所长还是头回见 事情是这样子的 今天所长一睁眼 就被一张举着钢铁侠的 接机照片刷屏 本以为是网友又开启恶搞模式 没想到 这位钢铁侠朋友 竟然是来接李一峰同学的 只因为李立峰峰 是钢铁侠的真爱粉 钢铁侠什么的 都得是接机的标配服务 别急 故事到这里才刚刚开始 峰峰同学对钢铁侠的执念 怕是和猪猪女孩们对口红的执念有的一拼 一次又一次在节目里对着钢铁侠 隔空表白的峰峰 大家看看可还行 完全不吝啬自己对钢铁侠满满的爱 还直言自己就是钢铁侠 讲真 李一峰同学是没实打实的谜底没跑 不仅如此 锯铁侠在抓钢铁侠这件事上也是当人不让一把抓起 就是他了 鉴定完毕 钢铁侠的真爱粉李一峰同学已上线 追星程度 堪比专业饭圈 钢铁侠后援会的粉头之位 得赶紧给峰峰安排一下啦 聚含微波 大片鲜活 我的真朋友就是这样一部期待值满分的电视剧 还看不了正片 那所长先送上竹燕们的时尚大片 让大家薄薄艳福 了解过商场精英纳兰同学 这枚身形独白款安吉拉贝比 大家看看可还行 我们在心里种下很久的梦 抬出来的花就一定会很美吗 但我仍然相信 最美的是不期而已 心里的花美不美 所长不知道 但这枚影同学可是妥妥的美少女 不接受反驳 贝比的身形福利已到位 邓伦同学的独白大礼包 也请网友们一并拿走别客气 我也开始相信 我们 会为了守护一些真诚的在意 放手 有情况 失去 有真心 鉴定过颜值 这枚小哥哥 怕是迷妹们还要再铁平一百年 而且行走的迷妹收割机 居老师也已经上线 请迷妹们获速认领 我们为了圆满 便挺灵烧 只能遇见完美孤独 但也许 最珍贵最闪耀的 是最真实 最不起而遇的不完的 独白深情 男帅女美 将婶的大片 请再给所长来一百份 不仅有单人福利 三人合体的颜值杀伤力 更是直击所长内心 看着你们这堂度 已经溢出屏幕的深情对视 和满满爱意的甜蜜微笑 只能说 这个世界 的确对所长这种单身狗 是不公平的 然而 一个华丽丽的转身 大片再好看 夜南桃网友们大开的脑洞 2019春季爆款表情包 请围观 不仅有大家熟悉的 一起来看流星鱼款 非主流式表情包 拍照界最经典的45度角 也没被网友放过 还有当下最流行的 我正在看着你目不转睛 怕是这些网友 不仅智商在线 也是实力竞 跟时代潮流的存在了 还有这张该起床了 嗯 讲真 有这么好看的 小哥哥小姐姐来叫起床 所长怕是睡觉 都能乐醒了 作为粉圈的低调分子 男粉们不出手则已 疯狂起来 怕是连女粉都要自愧不如 周博一阳千喜家 男和的满分追星示范 谨声好不屑 这波大老快门录制刚下班 就收获了一波场外难喝 比火山还要快发力的表白 千方高脑 网友们小心耳膜被震破 一阳千喜 生日快乐 我的妈呀 三 二 一 一阳千喜 生日快乐 一阳千喜 生日快乐 我的妈呀 这个狗 怕是鹤圈2018年最真情实感 满有之一 还有男和站在一大波女和当中 高出一个头 仿佛小太阳一样醒目 从颜值到高度再的嗓音 都似尖利很优秀 不仅如此 还有男和带头皮起来 对前几天吃鸡腿的大佬 表示关心 引发粉丝大规模 集体根本 新鸡腿好吃吗 呃 狐狸大佬还是要面子的 大家低调低调 应援给力 男和私下里的日常表白 更是多到数不清 估计这娇羞甜蜜程度 比千职和姐姐还要过分 今天又是想 颜扬千禧的一天 真好 谢谢 最后 都是四字滴滴的 声音好听笑声哈后 小哥哥们追大佬的认真程度 让妹妹都自愧不如 甚至还有千职和哥哥 把大佬设置成手机平榜 在女友面前都失去了求生欲 你什么时候能把桌面 换成我的照片 不过 这些帅瘦的小哥哥 任少女心 大概都比不过这枚宅客 坐在床上看千禧的节目 那屋子似乎飞起了 赫哥哥的小星星 真 海胸罗里音 不服不行 在爱豆面前 男粉怕是比女粉 更不善于隐藏自己的小星星 当然 在庞大的后裙中 也有才华逆天的技术流 说此上RAP 为大佬在线喊卖 一 烟在我胸膛 晾三发热光芒 千 洗洗分头浪 洗 埋散五心灶 一 用千禧四回子 一生只爱她一次 那边有千职和哥哥 这边还有娃娃和 拿着亲手叠的千职和 和爱豆广告牌合照 脚白方式也是同真正 只有可爱了 哎呀千禧四十 就放嘴帅 嘴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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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看千职后哥哥弟弟 哥哥都感情真挚 发自肺腑 只鸟姐弟也是忍不住 下场送上这一枚女反大佬 这位妹子 怕不是千禧一夫一抹的亲妹妹吧 只不过 男朋友怕是遇到这妹子 也是要拉着她 一起追大佬的节奏 监狱主权 一扬千禧家的千职和哥哥弟弟 应援给丽丝吼到破音 有颜值 有才华 有技术 更有对大佬一心一意的真心 追男包袱 做一地不要紧 有千禧的日子 才是真的幸福开心